三国演义 第110回 文秧丹记退雄兵 将为被水破大敌 却说魏正元二年正月 扬州刺史镇东将军领淮南军马冠秋简 自重文 河南文喜人也 文司马师善行费力之事 心中愤怒 长子冠秋殿曰 父亲官居方面 司马师专权废主 国家有累乱之为 安可艳然自首 简曰 无儿之言是也 遂请赐史文清商议 清乃草爽门下课 当日文简相请 即来拜夜 简要入后堂 礼弊 说话间 简流泪不止 亲问其故 简曰 司马师专权废主 天地反复 安得不伤心呼 简曰 嘟嘟镇守方面 若肯仗义讨贼 清愿舍死相助 亲中子文淑 小字阿秧 有万夫不当之勇 常欲杀司马师兄弟 与曹爽报仇 今可令为先锋 简大喜 其时泪酒为事 二人诈称太后有密罩 令淮南大小官兵将士 接入寿春城 立一潭于西 载白马煞血为盟 宣言司马师大逆不道 经奉太后密罩 令进起淮南军马 仗义逃贼 众皆岳福 简提六万兵屯于向城 文清领兵二万在外围游兵 往来接应 简一席朱郡 令各起兵相助 却说司马师左眼 肉流不时痛痒 乃命依官割之 已要封闭 连日在府养病 呼闻淮南告急 乃请太尉王素商议 素曰 习官云长魏正华夏 孙权令吕蒙习取荆州 辅恤将士家属 因此官公均是瓦解 今淮南将士家属皆在中原 可及辅恤 更以兵断旗归路 必有土崩之事矣 诗曰 公言极善 但无心歌目流 不能自忘 若使他人 心又不稳 时中书是郎中会在侧 静言曰 怀处兵强 其风甚锐 若遣人领兵去退 多事不利 堂有疏愚 则大事费矣 诗决然起曰 非无自忘 不可破贼 遂留帝司马昭首洛阳 总设朝政 师承软于带并东行 令震东将军诸葛诞总督豫州诸军 从安丰京取寿春 又令征东将军胡尊领清州诸军 出桥送之地 绝其归路 又遣荆州赐使兼军王姬领前步兵 先取震南之地 师领大军屯于襄阳 聚文武于帐下商议 光禄勋正茂曰 冠秋简浩谋而无断 文清有勇而无志 经大军出其不意 将怀之族锐气正盛 不可轻敌 只宜身勾高磊 以错其锐 此雅夫之长策也 兼军王姬曰 不可 淮南之反非军民思乱也 皆因冠秋简势力所逼 不得已而从之 若大军一灵 必然瓦解 师曰 此言甚妙 遂进兵于饮水之上 中军屯于饮桥 姬曰 南顿极好屯兵 可提兵新夜取之 若持则冠秋简必先至矣 师遂令王姬前步兵来南顿城下寨 却说冠秋简再向成文之司马氏自来乃具重商议 先锋葛雍曰南顿之第一山傍水 即好屯兵若未兵先战难以趋浅可速去之 简从其言起兵投南顿来 正行之间 前面流星马报说南顿已有人马下寨 简不幸 自盗军前是之 果然经其遍野 赢债其整 简回到军中 无计可施 呼哨马飞报 东吴孙俊提兵渡江西寿春来了 简大金曰 寿春若失 无归何处 事业退兵于象城 司马氏见冠秋简军退 据多官商议 上书复古曰 今简兵退者 忧无人袭寿春也 必回向城分兵聚首 将军可令一军取乐嘉城 一军取向城 一军取寿春 则淮南之族必退意 眼周刺史邓爱族志多谋 若领兵进取乐嘉 更以重兵应之 破贼不难也 师从之 即前史池席文 叫邓爱旗眼周之兵破乐嘉城 师随后引兵到笔会合 却说冠秋简在象城 不时差人去乐嘉城少探 指控有兵来 请文清道迎贡义 清曰 嘟嘟勿忧 我与卓子文央只销五千兵 赶报乐嘉城 简大喜 亲父子引五千兵投乐嘉来 前军报说 乐嘉城西皆是卫兵 约有万余 遥望中军白毛黄月 造盖珠翻簇涌虎杖 内树立一面锦绣帅自其 此必司马师也 安利盈寨 尚未完备 时文央悬边立于覆策 文之此语 乃告赴曰 趁彼盈寨未成 可分兵两路左右及之 可全胜也 清曰 何时可去 央约今夜黄昏 赴隐二千五百兵从城南杀来 而隐二千五百兵从城北杀来 三更十份要在未债汇合 亲从之 当晚分兵两路 且说文央年方十八岁 身长八尺 全装换驾 腰悬钢鞭 撤腔上马遥望未债而尽 事业司马师兵到乐嘉立下迎债 等邓爱未至 师卫眼下心割肉流窗口疼痛 握于帐中 令数百甲是还力护卫 三更十份忽然寨内喊声大震 人马大乱 师急问之 人报曰 一军从寨被斩为植入 为首一将永不可当 师大惊 心如火烈 眼珠从肉流窗口内迸出 血流遍地 疼痛难当 又恐有乱军心 只咬背头而忍 被皆咬烂 原来闻央军马先道 一涌而尽 在寨中左冲右途 所道之处人不敢当 有相聚者 枪朔鞭打无不被杀 央指望父道以为外应 并不见来 数番杀到中军 皆被弓弩射回 央指杀到天明 只听了北边古教宣天 央回顾纵者曰 父亲不在南面为应 却从北至 河野 央纵马看时 只见一军行如猛风 为首一将乃邓爱也 越马横刀 大呼曰 反贼修走 央大怒 挺相迎之 战有五十和 不分胜负 正斗间 卫兵大进 前后夹攻 央部下兵各自逃散 只闻央丹人 独马冲开卫兵 望南而走 背后数百元 魏将抖擞精神 骤马追来 将至乐家桥边 看看赶上 央忽然乐回马大喝一声 直冲入魏将阵中来 刚边起处 纷纷落马 各自倒退 央父缓缓而行 魏将聚在一处惊讶 曰 此人尚敢退我等至众爷 可并力追之 于是魏将 百元父来追赶 央勃然大怒曰 鼠备和不习命也 提鞭拨马杀入魏将从中 用鞭打死树人 赴回马缓配而行 魏将连锥四五番 皆被文央一人杀退 后人有诗约 长坂当年独聚曹 紫龙从此显殷豪 乐家城内争风处 又见文央胆气高 原来文青被山路崎岖 迷入谷中 行了半夜 避急巡路而出 天色已小 文央人马不知所向 只见魏兵大胜 亲不战而退 魏兵城市追杀 亲引兵望寿春而走 却说魏殿中校魏颖大胜 乃曹爽心腹之人 因爽被司马懿谋杀 故是司马师 常有杀师抱爽之心 又素与文青交后 经见师眼流突出 不能动止 乃入账告曰 文青本无反心 经被冠秋剑逼迫 已至如此 某去睡之 必然来详 师从之 大目顶辉换甲成马来赶文青 看看赶上 乃高声大叫曰 文赐使剑引大目吗 亲回头是之 大目除窥放在安桥之前 以便指曰 文赐使何不忍耐数日也 此事大目之师将亡 故来留亲 亲不解其意 历声大骂 便欲开宫设之 大目大哭而回 亲收据人马奔寿春时 已被诸葛弹引兵取了 欲赴回向城时 胡尊王姬邓爱三路兵接到 亲见事为 岁头东无孙郡去了 却说冠秋剑在向城内 听之寿春已失 文青事败 城外三路兵道 剑遂静彻城中之兵出战 正与邓爱相遇 剑令葛雍出马 与爱交锋 不亦和 被亦一刀斩之 引兵杀过阵来 冠秋剑死战相聚 将怀兵大乱 胡尊王姬引兵四面夹攻 冠秋剑敌不住 引石鱼记夺路而走 前至盛县城下 县令宋白开门迎入 涉席带之 剑大罪 被宋白令人杀了 将头献与卫兵 于是淮南平定 司马师卧兵不起 换诸葛弹入帐 赐以应授 家为征东大将军 都督扬州诸鹿军马 一面班师回许昌 师目痛不止 每夜只见李锋张气 下侯玄三人立于踏前 师心神恍惚 自撂难保 遂令人网洛阳取 司马昭道 昭哭拜于床下 师仪言曰 无经权重 虽欲谢奸不可得也 辱祭我为之 大势妾不可轻托他人 自取灭族之祸 言弃 以应授复之 泪流满面 招及欲问时 师大叫一声 眼睛洞出而死 时政元二年二月也 于是司马昭发丧 深奏魏主曹茅 茅前使持赵道许昌 即命暂留司马昭屯君 许昌以防东吴 昭心中犹豫未决 中会曰 大将军兴亡 人心未定 将军若留守于此 万一朝廷有变 毁之何疾 招从之 及起兵还屯落水之难 茅文之大经 太魏王肃奏曰 招继继其兄长大权 陛下可封决已安之 茅遂令王肃持赵风 司马昭为大将军路上书氏 招入朝谢恩毕 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归于朝 却说西蜀系作少之此事 报入成都 将为奏后主曰 司马师新王 司马昭出卧重拳 必不敢善离洛阳 臣请成剑发位 以赴中原 后主从之 遂命将为新师发位 为道汉中整顿人马 征熙大将军张义曰 属地浅霞 浅梁浅薄 不以远征 不如俱显首要 蓄君爱名 此乃保国之际也 为曰 不然 习丞相未出茅庐 已定三分天下 然且六出其山 以图中原 不幸半途而丧 以至公业未成 今无济受丞相遗命 当静中报国已济其至 虽死而无恨也 今未有戏可成 不就此时发之 更待何时 夏侯霸曰 将军之言是也 可将清记先出服喊 若得陶西南安 则诸郡可定 张义曰 向着不克而还 皆因军出胜池也 兵法云 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 今若火速进兵 使为人不能提防 必然全胜意 于是将为引兵五万 旺府喊进发 兵至桃水 守边军事报之雍周次 是王金副将军成太 王金掀骑马步兵七万来迎 将为吩咐张义如此如此 又吩咐夏侯霸如此如此 二人领绩去了 为乃自引大军被桃水列阵 王金引述原涯将出而问曰 未予无数以成顶足之事 如磊赐入寇 何也 为曰 司马师无故废住 临邦礼仪问罪 何况仇敌之国乎 经回顾张明花涌流达朱方四将曰 属兵被水为阵 败则皆莫于水矣 将为骁勇 如四将可战之 彼若退动 便可追击 四将分左右而出 来战将为 围略战术和 拨回马往本阵中变奏 王金大驱使马一起赶来 围隐兵望桃西而走 将刺进水 大呼将士曰 士及已 诸将何不努力 众将一起奋力杀回 卫兵大败 张义下侯霸超在卫兵之后 分两路杀来 把卫兵困在该心 围要武扬威杀入卫军之中 左冲右途 卫兵大乱 自相践踏 死者大半 逼入逃水者无数 斩首万鱼 蝶尸数里 王金颖败兵百计奋力杀出 竟往敌道城而走 奔入城中 闭门保守 将为大获全功 靠军已毙 便欲进兵攻打敌道城 张义建曰 将军攻击已成 威声大阵 可以致意 今若前进 倘不如意 正如画舌天族也 唯曰 不然 向着兵败 尚欲进取宗衡中原 今日逃水一战 为人胆裂 无料敌道拓手可得 辱物自堕其志也 张义再三劝谏 唯不从 遂乐兵来取敌道城 却说雍州征锡将军 陈泰正欲起兵 与王金暴兵败之仇 忽掩周刺使邓爱引兵道 太接着 礼弊 爱曰 经奉大将军之命 特来助将军破敌 太问济于邓爱 爱曰 桃水得胜 若招枪人之众东征关笼 传习四郡 此无兵之大幻也 今彼不思如此 却涂敌道城 其成员兼顾 急切难攻 空劳兵费力尔 无今陈兵于项岭 然后进兵及之 属兵必败以 陈泰曰 真妙论也 遂先拨二十对兵 每对五十人 尽待旌旗鼓叫风火之类 日伏夜行去迪道城东南高山 深谷至中埋伏 只带兵来 亦其鸣鼓吹脚为应 夜则举火放炮以经之 调度已毕 专后属兵到来 于是陈泰 邓爱各引二万兵相继而尽 却说将为为助敌道城 令兵八面攻之 连攻数日不下 心中郁闷 无计可施 是日黄昏时分 呼三五次流星马报说 有两路兵来 其上民书大字 一路是征兮将军 陈泰 一路是严州刺史邓爱 为大惊 遂请下侯爸商议 爸曰 无相常为将军言 邓爱自幼身民兵法 善小地理 经领兵道 颇为劲敌 唯曰 彼君远来 我修容他助教 便可及之 乃留张义功成 命下侯爸引兵迎陈泰 唯自引兵来迎邓爱 行不到无礼 忽然东南一声炮响 谷角阵地 火光冲天 唯纵马看时 只见周围皆是卫兵齐号 唯大惊曰 众邓爱之记忆 遂传令叫下侯爸张义各弃敌道而退 于是属兵皆退归汉中 唯自断后 只听了背后鼓声不绝 唯退入剑阁之时 方之火鼓二时于处皆须涉也 唯受兵退屯于中提 且说后主因将唯有陶西之功 将赵锋唯唯大将军 唯受了职 尚表谢恩碧 在意出师发位之策 正是 成功不避天蛇族 陶贼游司奋虎威 未知此番北发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在意出师发位之下 有点净